今天是我们讲到的第四节课 在这边可能还有很多学生 我的一个QQ不知道 所以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直接加我的一个QQ 在这边其实本当中已经写好了 QQ是我的463719183 可以直接在这上面加我 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这边来问我 我姓马 可以在这边来问我 在我们的第三节课当中 我们主要讲到的是我们的圆工具 圆弧多段线和我们的正多边形 在这边我们的圆和圆弧工具 这两点是比较重要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练习一下 在这边我打了信号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相切相切半径 这一点特别是在绘制机械图形的 一些同学当中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这个用的是比较的多的 在这边我就不做一个复习了 所以的话我们因为视频当中 也就很详细 所以你们可以反复的观察一下 在我们的第四节课当中 首先我们要提到的一个工具 是我们的矩形工具 好 矩形工具讲的简单一点 也就是我们的长方形 在这边我们其实长方形工具 我们平时的时候 基本上都在用 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做选框 做选框我们都知道 直接在空白处点击之后 可以直接拖出来的这个选框 这个选框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个矩形 所以也就是矩形选框 而我们的矩形工具和我们的做选框 完全是一模一样 选择矩形工具之后 你在你需要的第一个点上 点击之后就可以拖出来这个矩形 当然再到你的下一个点 也就是迷你栏所指的另一个脚点上 再次点击一次 我们看到这个矩形已经出来了 当然 矩形呢肯定有它的长度和宽度值 也就是我们用坐标来讲 也就是x轴和y轴的一个长度 好 在我们操作之前 之前呢我们来回忆一下 x轴切换了y轴 我们应该有哪个键 有没有影响 我们在前面的第一节课当中 我们讲坐标的时候 我们就提过 x轴切换了y轴呢 用到的是我们的逗号键 好 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它长度的一个输入方法 选择矩形工具之后 直接指定它的第一个点 拖出来 我们看到在光标右侧 就会有它的长度和宽度值的提示 好 当然第一个方框肯定所指的就是长度值 比如说长度500 好 逗号键切换到y轴上 我直接输入一个300的大小 好 点击确定键 我们看到这个矩形呢 已经出来了 好 可能细心的同学会发现 我当我点击确定之后 这个矩形好像会跳一样 跳到了我们的这个点的上方 好 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会跳到这个点的上方呢 可能有的同学会知道 好 在我这边我绘制两条线出来 什么样的线条呢 也就是我的坐标 好 当我绘制这两条线出来的时候 可能绝大部分通讯都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会跳到上方啊 因为我刚才输入的大小 好 我把命令来调出来 我们看到输入的大小呢 好 500的300 500的300 也就是说 它都是坐标上的正方向 所以x轴的正方向往右侧 y轴的正方向往上方 所以出来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起点的右上方 好的 那假设我要在这个地方绘制一个矩形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都明白 我现在往x轴的左侧 也就是说我的x轴应该是负值 好 我就输入负的500 切换到y轴 逗号键输入300的距离 好的 这个矩形呢也出来了 好 到第三项线当中 好 拖出来 其实我们有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我们可以直接看我们光标上的这两个方框 里面呢 直接都是负值的情况的话 它就是提示我们 也就是在x轴和y轴的负方向 所以我就负的500 切换到y负的300 明白没有 就可以直接这么输入 当然到第四个方向上面 也就是y轴是负值了 方框里面直接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好的 这个时候我们绘制的矩形呢 属于我们的标准矩形 标准矩形 当然我们矩形还有其他几种比较特殊的种类 好 我们看这边 我往左边拖一点 我们看到在这个图当中呢 外面有一个矩形标准的 而里面会有一个圆角矩形 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角都是圆弧状 这种呢属于圆角矩形 当然了 还有一种是我们的倒角 也就是说切角的矩形 好 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这两种矩形 我们的该如何来操作 首先选择矩形之后 迷你栏当中的扩展迷你里面 分别都会有 倒角和圆角的两种方法 当然还会有一些标高啊 厚度宽度等等这些 好 这些的话在我们的二维当中 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所以在这边我也就不去仔细的讲了 我们主要来看这个倒角和圆角工具 好 在讲倒角之前呢 可能有的同学还不太明白倒角的意思 这次倒角讲讲简单一点呢 它就是一个切角 好在这边绘制一条线 绘制一条线 我们看到如果这条线就像一把刀一样 它就是可以将我的这个矩形呢 切掉 一个角切掉 好当我把这个角切掉之后 留下来的这个痕迹就叫做切角 好当然切角肯定有切角的大小 它两条边分别切掉多少的一个距离值 就是我们该设置的一个内容 好到矩形当中我们来选择倒角迷离 怎么选择 右击好选择倒角 这时候它就让我们来告诉它第一个倒角的距离值 看到没有 比如说第一个倒角的距离值给它一个200的大小 好一句第一条边上我切掉200个距离 第二个倒角距离呢 我给它切掉100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好确定 设置了两个倒角 设置了倒角的一个大小之后 我们直接拖出这个矩形看一下 好矩形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这个矩形看上去有点别扭 为什么会有点别扭呢 因为它的四个角你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不是对称的 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到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倒角肯定是绝对是对称的 但是在这边呢 好我把它量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200 到了这边呢100的距离 好到第二个倒角上 水平方向是不是还是200个距离 水平方向依然是200 到垂直方向变成了100了 所以这两个我们对比一下 第一个倒角距离在垂直方向 到了第二个第一个倒角距离却到了水平方向 所以就是由于这一点内容导致我们的矩形 它存在着这种差异性 但是有的人说那我怎么该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在矩形当中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矩形当中的倒角啊 都存在着这种局限性 当然如何解决呢 我们到后面会讲到一个叫做专门的倒角工具 我们可以用这种倒角来绘制这个倒角出来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简单的先了解一下 好还有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圆角矩形 当然讲到圆角我们应该明白 圆的话肯定都是对称的了 好所以又选择矩形之后 先设置圆角大小 右肌圆角 圆角的半径 比如说给一个50吧 好50 然后来绘制出来看一看 好很明显圆角出来了 当然四个都是相同的大小 所以这种比较简单 但是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内容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内容 注意什么内容呢 现在我再次选择矩形 有没有发现 它上面提示了一句话 当前矩形模式圆角等于50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刚才设置的圆角 现在已经被变成了默认值了 所以当你现在再次绘制圆角的时候 而矩形的时候呢 圆角依然存在 圆角是依然存在的 好 但是怎么去取消 只需要再次选择矩形 将圆角的大小改成0 好 确定 你再绘制出来 改成0不就是没有圆角了吗 对不对 好现在又变成了我们的标准矩形 所以这点内容还是比较 矩形的内容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的绘制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一个矩形长度525 宽度呢是200 好直接绘制出来 第一个点拖出X轴525 Y轴往下方是多少 负的200 好注意了 出来了 好 再来看里面的这个圆角矩形 半径22 但是在画之前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到这个矩形的开始的点 也就是我光标放了这边一个点 好 怎么来判断呢 外面这个525 里面这个475 是不是少掉了50个距离 也就是说它一边分别少了25 好上下也就Y轴方向200 150 是不是也少了50 也就是说上下方向呢 Y轴方向也少了25个距离值 所以我可以用相对坐标第一节课里面的内容 好 用直线来找这个点 X轴往右侧25 好 正的 逗号键切换了Y轴 Y轴往下方 负的25 确定一下 来看到这个点呢 已经找到了 好 找到之后 用原 用矩形工具 LG 设置圆角的大小 设置圆角的大小 好 圆角大小22 第一个点在这里 拖出这个矩形 长度475 好 切换了Y轴 逗号键 负的150 确定 这个矩形就完全的绘制出来 好 再来将这条线删掉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 上面的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你们练习的时候 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矩形工具 不去讲太多了 好 我们直接将它写下来 矩形 快捷键呢 是REC 这一点大家也要记清楚 好 矩形当中 分别有这么几点内容 第一点 好 矩形也就是指定 第一个点后 拖出来 拖出大小 然后呢 输入 XY的长度 好 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内容 注意什么呢 注意XY轴的正负方向 当然第二点我们的圆角举行 圆角 好 在这边呢 首先我们要右击设置圆角大小 再来 好 输入 XY轴的大小 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注意点内容了 注意哪一点内容呢 那就是圆角 设置后 会成为默认值 会成为默认值 好 再次绘示的话 要将 圆角 改为多少 改为0 这样才能绘制出标准的矩形 所以在这边 矩形当中 注意这两点内容 当然我们还讲了一个切角矩形 这个切角矩形呢 我们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边呢 我们后期还会讲到一个专门的 导角工具 好 在这边注意这个矩形 好 在这个图当中 我先把这边删掉 好 在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图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 下面应该是两个椭圆 所以呢 我们先放在这边放一放 等一会再来绘制 好 这个时候在矩形工具下方 圆弧和圆工具呢 我们在第三节课当中 我们已经讲过了 好 我们来看下面的 修定云线和样条曲线 好 在这边 修定云线呢 现在呢 我们用的是比较的少的一个工具 我们现在来绘制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好 有没有看到 绘制出来的对象呢 基本上和我的云彩差不多 所以呢 我们通常都叫它云线 但是呢 在这边 我们怎么绘制呢 首先指定它的起点之后 拖拖拖拖拖 拖到端点上 它都会自动的闭合 好 在这边呢 这个工具 我们基本上用的比较的少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了解一下 它主要呢 以前会用到一些 现在呢 基本上已经不用了 好 我把它删掉 来看这个叫样条曲线 好 样条曲线呢 可能在我们的机械图纸当中 特别是POSE图里面 会有一些 它的一个运用 它呢 主要绘制出来是我们的波浪线 波浪线 好 来看一下 样条曲线当中 怎么绘制 你只需要点击 点击 就好像我们的图手绘制一样 点击 就这么交叉的点击出来 就可以了 当然你不要像我这么随意 慢一点点 慢一点 好 当你绘制到这边 你觉得可以了之后 你要结束命令的时候呢 注意 它是要确定三次的 一 二 三 点击确定键三次之后 它才是真正的确定下来 所以绘制的这个波浪线呢 我们也是随意的绘制的 随意的绘制的 我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很简单 一 二 三 三次确定 就可以绘制出来 当然在我们的机械图纸当中的一些波浪线 我们都可以用它来绘制 好 可以找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边机械的作业当中 好 在这个图当中 我们看到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样条曲线绘制的波浪线 看到没有 这个呢 就是用我的波浪线绘制的 当然你点击的时候慢一点就可以了 就没问题了 明白没有 好 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 样条曲线 好 把它删掉 比较的简单 所以呢 直接就将它写下来了 好 样条曲线的内容 样条曲线 首先第一点内容我们要知道 它是来绘制波浪线 首先绘制波浪线 好 第二点我们注意一下 确定的时候 确定时点击三次确定键 点击三次确定键即可 好 比较简单的一个工具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这边的椭圆和椭圆弧工具 好 在这边椭圆和椭圆弧工具呢 其实大家学习的话 主要你就要注意它的绘制呢 不是让你去记它的一个步骤 而是主要是来关系它的方法 好 在这边画椭圆之前 我先绘制一个椭圆出来啊 随手绘制一个 我再来绘制一个圆 好 在这边呢 椭圆和一个圆在这边 其实椭圆和圆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兄弟的关系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 因为圆工具 就是因为它的半径啊 都是相等的 而椭圆的之所以是扁的 就是因为从椭圆的中心点出来的 它的半径都是不相等的 就是这一点区别 好 我们圆工具 我们基本上都是用圆心绘制它的半径 那么椭圆也是一样 通过圆心绘制它的这些轴 好 当然我在这边绘制了两条轴 这两条轴呢 也就是我们的椭圆的绘制方法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这两条轴绘制出来呢 这个椭圆基本上就已经绘制好了 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选择椭圆工具 首先让我们来指定的是椭圆的轴端点 在这边 一二三四 这四个是不是都是轴端点啊 所以我随便点击一个 好 放在这边 有了一个轴端点之后 再次指定它另一个轴端点 是不是就相当于我绘制了一条轴啊 对不对 好 把这条轴绘制出来 我们看到 现在呢 它是一个圆的形状 好 就是因为它的轴线的相等啊 所以是一个圆 所以接下来我去指定它的另外一条轴 但是呢 现在变成了一条半轴长度 也就相当于我的半径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这条线 是不是就是半径啊 半轴 对不对 再次指定一下 点一下 拖延就出来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花了两条轴 对不对 好 我推移的方法呢 第一条轴 好 第一条线 第二条轴 半轴 一条整轴 一条半轴 明白没有 很简单 记住这个图形就可以了 好 第二种方法 这边呢 有一个中心点 有一个中心点 中心点的话 好 首先 我们要知道中心点的位置 就是我们椭圆的圆心 也就是两条轴的焦点 首先我来选择中心点 当然怎么选择 还都有印象吧 或后面的 我们通过右击来选择 中心点 好 随便点一个点在这边 拖出来 中心点之后 指定轴端点 中心点到轴端点的距离 是什么距离 半轴的长度 半轴的长度 也就是半径 好 出来了 再次指定另一条半轴 看到没有 也就是另一条半径了 另一条半径 椭圆胡子不就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好 第二种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从中心点开始 这边 这边 两条半轴 两条半轴 一条整轴 一条半轴 和中心点开始的 两条半轴 这就是它的一个绘制方法 明白没有 好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好 在这边 既然已经学知道 椭圆的一个绘制方法之后 那我们直接来看 我们刚才的这个图形 应该怎么来绘制 好 来看一下 在这边这个图 我们先来分析一分析 首先告诉我们一个 四把二的这个大小 这个四把二 应该能看出来吧 它是一条整轴 是一条整轴 好 然后从这边 有一个250 250 好 这个250应该是多少 它的一个半轴长度 半轴 好 当然我们画这个椭圆呢 我们首先要找到它 开始的那个点 开始的那个点 应该在哪里 我们看 这边是250 上面呢 172的78 加起来 是不是也是正好250啊 对不对 说明我们的这个轴端点 肯定是在这个矩形 最下面的这条线上 那么既然在这个下面 这条线 应该不用我多说 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是不是应该在这个终点上面出来 对不对 好 所以我选择椭圆 将椭圆的第一个轴端点定在这个终点上 好 再来指定它另一个端点 另一个端点呢 我们怎么指定 我们是不是知道长度了 长度是500 250加250啊 对不对 好 确定 出来了之后 指定另一条半轴长度 好 整轴是420 半轴就是211 211 是不是出来了 好 这个外面的这个椭圆绘制好了之后 再来绘制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的话 告诉我们小了20个距离 小了20个距离 好 小了20个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 好 在这边我就不去找其他的点了 我直接通过椭圆当中的中心点来绘制 中心点 右肌来选择这个中心点 中心点的位置 好 直接在椭圆上碰一下 和圆一样啊 碰一下 画出来 好 轴端点 现在我少了20个半轴 本来是250 少掉20 230 对不对 好 再到这边 本来是210 现在少掉20 19 确定 是不是也绘制出来 非常的简单 然后再来找到上面的这些点 都告诉我们距离了 所以我直接通过线条把它画出来吧 下来50 做过来一条线 这边下来78 做过来一条线 好的 再用直线把它该连接的地方连接一下 好 该删除的线条删除一下 修剪的 修剪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图形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还有这边的一个小对象 也不用绘制了 所以这个图形 大家能不能明白 明白了吧 非常的简单 好 当然在椭圆工具下方啊 还有一个它的子工具 叫做椭圆弧 其实这个子工具呢 就是我选椭圆 我们看一下 在椭圆当中 是不是就有一个圆弧工具啊 这个圆弧工具 现在被分离出来了 也就是现在的椭圆弧 但这个椭圆弧呢 我们相对来说 用的比较少 其实我们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椭圆弧 首先你要绘制的呢 就是要将我们绘制的 这个椭圆画出来 好 它说轴端点 另一个轴端点 另一个半轴长度 很熟悉吧 干什么 画的是一个椭圆 所以我们只需要将 你要的椭圆弧的 整的这个椭圆画出来之后 然后截取其中的一段 知道什么叫截取吧 好 指定它开始的地方 然后指定它终止的地方 结束的地方 点一下 出来了 出来之后 同样你们也得知道 它的一个旋转方向 如何来旋转的呀 逆时针旋转 看出来没有 逆时针 这么转过来的 懂了没有 逆时针旋转 就是这么转 好 所以我们来看另外的一个作业 这个呢 椭圆弧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图 好 首先画一个圆 直径是33 半径就除以一个2 第二个椭圆 半径呢 是10个 好 在这边呢 我们看到 我来做这个 这个圆 这个圆怎么来做呢 其实很简单 我直接选择圆工具 为什么直接选圆 有的人说 那我不是要画一条直线来找这个点吗 可以你直接用圆或者用其他的工具都可以找到 用什么方法呢 直接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叫做对象追踪 用到的就是对象追踪 还记得吧 我们只需要光标往圆心上碰一下 然后呢慢慢的拖出来这条标尺 拖出来这条标尺啊 拖出来这条标尺的时候呢 你们可以发现在标尺上 它是有距离的 所以你只需要告诉他 你从这个点上标尺的距离是多少 60 确定一下 挪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 好 从圆心往这边挪 挪多少 60 你们发现直接找到了这个点 看到没有 好 再演示一遍 圆心上碰一下 拖出来这个标尺 输入你要到达的地方 60 直接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输入半径7个 再来一个半径是3.5 好 然后呢 再来将这个两个椭圆弧画出来 所以呢 直接选择椭圆弧工具 一个轴端点 另一个轴端点 半轴长度7个大小 好 椭圆出来了 指定它开始的地方 好 注意了逆时针旋转 所以从这个点 逆时针转到这边的一个点上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上面这个椭圆弧 上面这个椭圆弧呢 可能很多同学没看出来了 好 其实我们想一下 这个点是它的一个轴端点 我把它往下延长 好 再来 这个点也是一个轴端点 我往左侧延长 你没发现 它们分别都相交于这个大圆的圆心 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 这是一个四分之一个椭圆弧 所以我们只需要用中心点的绘制方法 好 中心点在这里 一个轴端点 另一个轴端点 好 截取其中的一段 历史针 从这边到这边 椭圆弧是不是出来了 只需要你再来修剪一下即可 修剪一下 就直接画好了这张图 明白没有 非常的简单 椭圆和椭圆弧工具 我呢 也把它写下来 比较简单的两个工具 好 椭圆弧 椭圆 快捷键呢 是EL 可能我在这边用快捷的比较少 因为呢 我讲给你们听 你们自己去试验一下就可以了 好 椭圆工具首先有两种绘制方法 第一种呢 我们去指定一条整轴的长度 整轴 再去绘制另外的一条半轴 再绘制另外一条半轴 第二种方法 我们就是中心点了 中心点我们加上两条半轴 加上两条半轴 好 这是椭圆工具 椭圆工具 椭圆弧呢 很简单 椭圆弧 好 首先第一点 我们先绘制出 椭圆弧 中完整的部分 然后呢 直接截取 其中一段 好 截取的一个方向 方向是逆时针 旋转出来的 方向呢 是逆时针 旋转出来 所以这就是椭圆和椭圆弧工具 椭圆和椭圆弧工具 明白没有 好 很简单 很简单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椭圆和椭圆弧 好 在这边 我们再去讲几点内容 讲几点内容 讲哪两点内容呢 一个是这边的图案填充和下面的这个叫渐变色填充 讲这两个工具 好 这两个工具呢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打开的这张图当中 是不是看到有很多的斜线啊 这些有很多的斜线 这个呢 就是图案填充 机械图当中会用到 好 再找一张我们的建筑类的图纸 也就是我们室内装饰当中所要学到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建筑习题当中 南柏弯的这个题目 好 在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 这一张我们的地材图当中 是不是也都是一些图案的填充啊 都是一些图案的填充 当然这些图案的填充呢 它的选择肯定是有讲究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图案填充工具 图案填充工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来绘制一张图形 我绘制一个矩形 我假设一下 我要在这个矩形当中填充某些图案出来的话 我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图案填充 好 选择图案填充当中 我们看到在这个面板里面呢 首先图案填充和渐变色 也就是说这个面板同时包含了图案填充和渐变色的这两个工具在里面 首先我们想我们肯定都知道我们要先来告诉他你的图案是什么样子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图案这边全是名称 打开之后全是名称 当然可能有的人用的比较熟悉的话 他可以知道哪种名称就是哪种图案 当然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 你可以直接点击后面的这个方框来选择图案 我们看到图案的类型是不是比较的多啊 很多 当然这边还有这些 这些这些 好 当然同学们也可以去网上去下载一些图案填充的一个类型 到自定义里面把它装进来就可以了 好 在这边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机械图当中选的 选的是ansi这种的第一个31的这种斜杠 好 我们来试一下 确定 选择边界 为什么要去选择边界 因为你的图案有了呀 你要去告诉他你的对象的位置 好 选择这个添加时取点 你来看一下 是让你 拾取一个内部点 好 点一下内部点 当然你要到对象的内部来点击 有没有看见 仔细看一下 变成了虚线了吧 好 确定键回到对话框 这时候有人说那直接点确定 记住了 千万不要点确定 先点预览 为什么呀 你要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比例 也就是说看击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时候效果呢 是不太好的 很挤 你要放大你才能看得见 所以这个时候呢 点击esc键 点esc 再次回到对话框 然后呢 你将这个比例 是不是要改大一点 比如说改成十个 改成十个 再预览一下 好 是不是变得更挤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图层换一下 因为现在选择的图层不对 可能没讲到 好 重新来一遍 图案填充 选择 一眼三十一的这一种 边界 选一下 确定 好 再来预览一次 是不是出来了 现在呢 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比例还是稍微有点小 取消键回来 把它变大一点 好 比如说变成五个 再预览一下 现在是不是变得很大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好 觉得可以了 esc键回来 点击确定键 所以esc键是返回对话框 看到这边的这句话了吧 esc键返回对话框 好 然后呢 我们这种是机械上主要用到的一些 我们还会有一些我们建筑图纸当中 也就是室内装饰方面 我也绘制一个举行出来 选择它 好 这时候我来选择其他预定义当中的 好 在这里面我们基本上室内装饰里面都是选择这边的一些填充 好 来看一下 我跟你们讲几种 我们常用的 像这种 看到没有 这种 这种呢 是我们主要用的于防滑地砖 防滑地砖 好 像这边的几个呢 像这两种 一般 我们一般呢 都是一些拆补掉的墙 我们用这种 比如说我们补一段墙上去 好 这种 这个呢 我们一般都是说混凝土啊 等等之类的 好 还有呢 比如说像这种 这种呢 我们一般是用作木地板 木地板 好 还会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 我们都是用在瓷砖 瓷砖方面 好 还会其他的一些呢 我就不一一的举例子了 我在这边呢 我用一个木地板来做代替 点击确定键 再来边界 拾取一个点 好 点击确定键 回来之后 我们点什么 点击预览 好 是不是感觉到 这时候呢 太大了 对不对 好 取消键回来 太大的话 你就将比例变小 也比较成一个 预览一下 是不是可以 可以的吧 好 取消 ESC键回来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可能这种颜色比较的深啊 因为我们填充的颜色呢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 比较接近黑色的这种 也就让它的颜色 稍微淡一点 明白了吧 好 当然我们都知道 填充的时候啊 我们的室内的图形呢 它都会有一些门在这边 也就是说 它不是封闭的对象 好 随便的绘制一个 我就随便的来一个了 好 比如说这样 什么留了空了一段 在这边 没有封闭 没有封闭的话 好 图案我就不改了 我们再来识取点的话 识取一下 未找到有效边界 边界不闭合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封闭的对 不封闭的对象 你的识取点 根本就无法完成 那有人说 那我选择对象 看一下行不行 好 你选一下 试一试 选择一下 确定 然后呢 你再预览一下 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都是 没有连接上啊 所以的话 这种我们的效果也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都首先将边界自行填补充起来 也就让它先变成一个封闭对象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的边界 好 点一下就可以了 再来预览 就不用预览了 直接确定 是不是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就可以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边界将它删除 就OK了 删除就好了 好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特别是这种木地板啊 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它是竖过来的 竖起来的 也就不一定完全都是水平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边 调节它的一个角度值 好 我们看一下 好 拾取一下 我把角度改成90度 你再预览一次看一下 是不是就竖过来了 好 取消ESC键 我再改成0度 它是不是又变成了水平了 明白了这个没有 所以你也可以调节它的一个角度 所以把这两点角度和比例 以预览的效果之后 ESC键返回对话框 你再去调节 所以一开始不要直接点击确定键 明白了没有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 当然在我们的图形当中 还会用到一些渐变色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颜色的填充 好 这个我们什么地方会用到呢 比如说我在这边 随便的绘制一个对象 我就假设它就是一堵墙吧 一堵墙 它是有沉重墙和非沉重墙 好 沉重墙呢 一般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用一种颜色 把它填充起来 也就这时候我们要告诉别人是 这是沉重墙 你是不可以敲掉的 好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 渐变色填充 在这个颜色当中 我们一般呢 都是填充一个白色 填充成白色 调节到白色之后 好 边界 所以填充一下 填充一下 确定键回来 这种颜色我就不预览了 直接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了没有 所以这两段就是沉重墙 当然 如果你们绘制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某些特殊的一个对象的话 你们需要一些其他的颜色 你要注意一下了 好 假设一个红色 调节成红色 对不对 好 点击确定键 但是有没有发现这里面的颜色 它还是存在着一些渐变 那怎么办呢 调节这个滑块 好 调节这个滑块 是不是变纯了 好 你再调就变黑了 稍微的调的比较纯一点 再来边界 好 确定键回来 直接确定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变得很纯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两种填充的方式 你要知道 一种是填充图案 一种呢 是填充颜色 好的 这两点呢 我也直接将它写下来 也不是很难 仔细的练习一下 基本上就没问题 好 我们的图案填充 和渐变色 渐变色 我们都是用BH来使用 好 首先来看第一种图案填充 图案填充 首先呢我们去选择图案 首先我们来选择图案 这是第一步 图案选择好了之后呢 我们来边界 就到边界当中 边界当中 我们一般呢 使用添加拾取点 添加拾取点 当然它是拾取内部点 内部点要是封闭对象 才可以 好 第三点点击预览 观察效果 好 当然呢 ESC键 返回对话框 进行调节 比例和角度 这就是图案填充 好 当然再来看一下渐变色填充 渐变色呢 方法都是一样 我们一般呢 使用白色来填充 一般使用白色填充 如果有其他颜色 其他颜色 调节 着色中的 滑块 好 让颜色 更加的纯 让颜色更纯 明白了没有 这两种 好 讲到这边呢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么多 就这么多 但是我们要注意几个重点内容 一个是我们的图案填充 可能比较简单 但是呢 用的是比较的多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矩形 好 这节课的内容呢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的简单的 所以大家呢 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就可以将我们的题目 都可以做出来 好 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边 好 我们下课